光局要力拼說國際旅客來台要達到600萬人次 現在加強力道 根據他們統計前三季的時候 韓國旅客來台最多是14.8萬人次 現在他們又請來了韓國大師男星 也就是來飾演這個游遊戲裡頭的魏谷俊 他是首次來台也一起來聽他的訪問 我們可以聽到魏谷俊是說明說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花蓮的太魯閣 他覺得真的是非常美 而且也說因為這次行程比較緊迫的關係 沒有吃到芒果冰 但之後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吃 另外其實很多人覺得說 他長得很像台灣的男星許光翰 他也說其實真的是非常開心 之前就有聽過 那也說接下來也希望說有機會的話 可以跟他一起來合作